中國的富豪榜你可以看到的是 最新上榜的富豪呢 是農夫山泉的這一位叫中閃閃 各位你沒有看錯 中國最有錢的人 他發財不是因為技術第一 他不是像蘋果也不是像特斯拉 而是因為他賣礦泉水 天然水 賣到變首富 所以這也讓大家覺得 中國的首富企業非常特別 然後再來看到另外一位 是TikTok的張一鳴 但這邊你所看到的呢 看起來現在都是處於落難的狀況 包括恆大的許家印 包括像馬雲 所以我們現在要談的這一位 號稱是中國東北首富的 亞洲旅王 中國旅財中販公司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他的老闆劉中田慧珍 到底是發生什麼狀況 破財也就算了 還變成接下球啊 真的不可思議 我們台灣有句話說 他做儀心第二位兵 沒有想到人家中國也是這樣 竟然賣農夫水 所謂的山泉水 可以賣到首富 真的不可思議 但事實上就像你剛剛所說的 中國的富豪榜 其實某一種程度來講 是霍福相宜啊 你今日榜上王啊 明日就成為地下球 其實是有一種這樣的意味存在 昨天榜上王 今天可能變接下球 對 所以你就知道 過去幾年 我們都知道亞洲的旅王 中旺集團董事長劉中田 他曾經在2009年的時候 躍身為整個中國的首富 他在2009年的時候 他的公司上市 在香港上市的時候 籌資13億美金 當時也是整個中國企業 在海外籌資最大的 所以那時候人家就講到 他說怎麼感覺上 這個感覺上非常風光 但其實到現在目前為止 沒有幾年時間 現在已經爆發出說 可能要因為 不僅是整個集團虧損 甚至因為跟美國有私欲偷渡 這個旅到美國 染上18億的逃漏稅問題 而要吃上456年的一個官司 那現在問題講到這個 他這個人到底是怎麼起價 其實他一開始是搭上 1990年的 整個中國房地產的一個風潮 他就心裡想說 每家每戶一定要有旅門窗 有門就有窗 所以他就開始做旅門窗的生意 真的也在短短的10年之內 讓他賺了第一桶金 但是你也知道 這種旅門窗的實現 有他的一個局限性 所以在2008年 2009年 當時中國推出了 四兆的一個基礎建設 甚至一帶一路相關的方案 他就成功從這個 所謂的旅門窗生意 切入到這種鐵路的一個部門 然後所有的鐵路上面的一個窗 鐵這些相關的設備 都由他來承包 他成功的接下 這些所謂國家的重大工程 的一個承包商的工程之後 也真的讓他的業績蒸蒸日上 所以你看2008年他在北京簽下幾個重大的喉嚨 包括北京機場的擴建案 包括北京的奧運會 包括上海世博會 還有一些所有鐵道工程的一個相關的工程都是有他承包 結果後來到了2011年到2014年的時候 他甚至立足中國之後往美國方向去 他就想說那我出口把我一些鋁製品出口到美國去 但他不循正規啊 搞了一些地下的一個工程啊 所以後來被人家後來發現說2015年2017年兩件事情重創他 2015年是先有美國的一個機構叫混水機構 他們大家都很有名的一個 混水是非常有名的調查你的公司有沒有做假帳的情況 然後再放空你的公司 是 他們後來再發現說混水就發現這個 他們這個中國的這個中旺老闆呢 他們竟然在2011年到2014年三年時間 偷渡私運了大概高達220萬公噸的鋁 要到美國去 但事實上呢 他可能是做假帳 他貨可能有出去 但事實上都沒有銷售出去 所以從頭到尾他說你涉及幾個問題你有福報 關係人交易比例過高 第二個你有福報營收之鞋 所以他們就後來踢爆他之後 他的整個股價就開始往下挫 這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到2017年美國司法部介入調查 後來發現說哇塞 你不僅是說這個東西是有所謂的做空之鞋 那個福報之鞋 你甚至是有所謂逃漏稅 在美國逃漏稅可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後來他們統計出來發現說 你這個整個逃漏稅金額可能高達18億美金 如果用這個相關的逃漏稅金額 再加上一個刑事追訴的案例的話 他可能要被課責是高達456年 所以他現在整件事情 456年 後來就是因為整件事情後來就越野越烈之後 他自己在中國的一個營運就開始慢慢被受到質疑 那也因為他深陷一些這些刑事訴訟啊 然後大家中國的一個發展 大家也都知道現在房地產的整個狀況是不如預期的 所以他整個營運也開始漏減 然後以到去年為止來講 他的賬面上可動用的資金竟然只有少少的幾億元 連10億元都不到 那他整個負債規模已經高達了900億人民幣 所以後來他最新的一個情況就是在10月15號 他遼寧的一家子公司宣布說 哎呀 我們可能要破產了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償還了這個相關的債務 所以因為這樣子後來人家就發現說 開始檢討他整個集團 認為他現在很可能成為紀委恆大之後 另外一個爆破的 一個變成是泡沫化的一個中國首富的故事 所以從慧珍所講的 我們大概可以總結有兩個訊息 哪兩個訊息 各位 第一個訊息是 美國跟中國之間的金融戰其中一項打的就是 中國的企業在美國上市 然後有做假帳的情況 你坑殺美國的投資人 所以這也表示說 這個中望集團你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出手在修理這些公司的過程 因為他做假帳 第二個訊號是 你也可以從中望集團看到 中國現在房地產業應該是卡住了 也就是卡住了 所以導致他的公司 沒有辦法從房地產業賺大錢 你又沒有其他銷貨的管道 所以對中望來講 他就走向了破產的命運 但他的新首富 中國的新首富 他致富的方式 聽說很特別啊 很特別啊 我們其實台灣話語就是說 第一作義心第二位兵 就沒有想到中國的首富 現在竟然是賣水的 農夫三權 農夫三權 礦泉老闆這個名字叫中山閃 其實中山閃是非常有趣的一個人 他跟我們一樣曾經當過記者 你知道 人家記者當到中國首富的不容易 從記者變成中國賣礦泉水的首富 所以清皇我們寄望於你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知道這個人很有意思 他是杭州出生的 那他有一個綽號叫做 那就跟馬雲一樣啊 是 然後有一個綽號叫航鐵頭 他其實呢 出生的時候 他家裡被打成是右派 所以呢 事實上他沒有念多少書 然後呢 他就後來就是很早就出來 就是去工作啊 挑磚頭啊 什麼賺一點錢 後來可以開始恢復 可以考試 可以念書之後 他兩次考高考 結果沒有想到兩次高考都沒考上 後來就混了去念了一個大學 念大學 就是去混了一個學校念畢業 念畢業的時候 他先在浙江的一個小媒體 當了記者 結果他非常厲害 他在這個媒體當記者的時候 是很 就是很會寫新聞 後來寫了一連串的報導 引起大家注目 後來人家就說 他在那短短幾年之內 五六年的時間呢 大概采訪超過500個企業家 這也就變成 他都跟500個有錢人接觸過 對 所以後來大概在1985年的時候呢 他那時候開始 中國都開始開放改革了 後來他就想說 哎呀當記者下去 像我們一直當記者 沒有前途 所以後來就開始去從商 從商的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他多有趣 他就去代理 哇哈哈 我們都知道飲料 中國飲料很有名的 一個哇哈哈 飲品 不知道牛奶啊 什麼的 他去代理他 然後呢 他拿下他的廣西 以及海南的 兩個地區的 一個總代理權 那他很厲害 很會做生意 拿下總代理權 結果他搞了一件事情 他把 他本來不是只有廣西 跟海南嗎 對 結果他把他賣 弄到淨江其他的省市去賣 而且呢 他就等於是這邊廣西的貨 吃 用這個價錢吃下來之後 他保到其他的省市 用高價賣掉 結果哇哈哈發現了 哇哈哈就認為說 哎 你怎麼這樣搞 你只能在這兩個地方賣 你怎麼給我偷 偷到別的地方賣 你等於踩到其他代理商的利益 踩到了紅線 因此呢 在那個時間點 他們就開始跟他 就有點槓開來 然後就說 那你從這樣開始 你就不能 後來因為他這個代理權 被剝奪之後 他就想說那我乾脆走出 這一條活路 結果呢 他就發現了 有一個東西呢 海南他們有一種飲料 當地人很喜歡喝的 就是呢 一種特產魚 在家憋 弄成了一個叫憋湯 然後呢 把他弄 特別的一種真空包裝 之後呢 把他弄成一種養生品 而這個養生品 在海南地區 是廣受歡迎 結果他就靠這個養生品 竟然就賺到低桶金 就突破了1000萬的 一個營收 然後就發現說 哎呀 這實在是太好賺了 聽起來就是很多男性 會喜歡的保健食 我還沒想到這一點 2001年 他就成立了 這個農夫這個品牌 的一個山泉水 然後也就是 做得風風火火的 賺了很多錢 所以讓他的這個營收 是逐年增加 那帶動他自己 本身的資產規模 也不斷的在往前 所以今年奪得 應該說從去年開始 奪得首付 但事實上 他奪得首付的 最重要關鍵 其實是因為 馬雲掉下來了 大家知道 馬雲光是這兩年的時間 他的整個資產規模 中國收水 大概是1500億人民幣 所以你就知道 一生一將時間 其實所有一切都關切到 中國的監管政策 但他這一把刀 揮向誰 那一部分的人躺平 另外一部分的人 就自然而然就賺起來了